大家好 歡迎來到飲食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是咖啡讀書會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本 飲食的香氣科學 那這本書其實不是為了咖啡而寫的一本書 它是在講飲食跟香氣之間的一些關係 那當初我會買這本書是因為我除了對咖啡有興趣之外 我也很喜歡做料理 那我們在做料理的時候 大家會講說要色香味俱全 所以香氣對於料理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當初我買這本書就是想要好好來研究 香氣 它在這個呈現上有什麼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跟它背後的一些原理 那我看完了之後我就發現其實它講的一個內容 跟咖啡也有一點相關 其實咖啡廣義來講也是屬於料理的一部分 也是從這個咖啡豆裡面 我們要把它的風味呈現出來的一個過程 那這本書它提到香氣的萃取方式 它有講到油脂 酒 醋 水 鹽 等等 很多方式的一個萃取 那跟咖啡比較相關的應該是在 油脂 跟水這兩個部分 那咖啡其實裡面是有含咖啡油脂的 所以我們在手沖咖啡的過程我們會看到 在沖煮的時候 水油的攪拌之下 那會浮一些咖啡的油脂 在濾杯裡面 那因為我們手沖咖啡是有透過濾脂 來做個過濾 所以實際上萃取出來的咖啡 其實它比較沒有辦法 帶有一些油脂 但如果是用 Espresso加水的方式來做的美式咖啡 因為它用高壓 而且是金屬濾網的方式 所以我們會常看到美式咖啡上面就會浮這一層 咖啡的油脂 那油脂它可以保留非常多 咖啡的香氣在裡面 所以我們也可以知道說美式咖啡 跟手沖咖啡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點像 但其實喝起來味道 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那最大差異的地方就是在它上面這層油脂 那我們透過這本書也可以了解到 其實 油脂它是對於香氣 會有一個很好的萃取 跟很好一個保留 那在美式咖啡裡面 我們就因為上面那層油脂 可以有更好的一個 滑順的口感之外 那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的香氣 可以更豐富 而且保持得更久 所以在手沖咖啡的萃取裡面 後來我也常常會使用麻纖維的濾脂 來做一個萃取 因為麻纖維的濾脂 比一般純脂漿的濾脂 它可以保留多一點點的油脂 因為以往傳統純脂漿的濾脂 可以把咖啡的油脂過濾得非常乾淨 讓萃取出來的咖啡 幾乎是不帶油的 那這樣子 會得到比較乾淨的口感 但相對的也缺少了一點 油脂帶來的豐富的香氣 所以現在我在沖咖啡 常常用麻纖維濾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 它可以讓咖啡的香氣 保存的更好 那它在水的這一章節也講到了 其實熱水 也是可以把風味萃取出來 但是香氣在熱水裡面是很難保留的 它會很快速的散失掉 所以像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現在我們都會說 咖啡要慢慢喝 你從熱的喝到冷的 那好的咖啡它會越冷越好喝 越喝越好喝 但是也不要忽略了在熱的時候 可以去感受到是最豐富的 咖啡的香氣 我們咖啡裡面的香氣可以把它分成有 清分子的香氣跟中分子的香氣 那清分子的香氣比較會偏向花香 帶有酸味的一個水果調性 中分子的調性它就會比較是帶有甜味的 一個水果調性 或是焦糖 奶油 這一類的調性 那在風味散失的過程當中 清分子的香氣會跑得很快 所以當我們剛剛沖好一杯咖啡 可能它在熱熱的時候 你會聞到比較多的 花香果香的一個風味 但是當溫度下降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這些花果香 慢慢變 越來越少 越來越淡 取而代之的是比較明顯的 比較甜的水果香氣的感覺出來 或是奶油 堅果這一類的香氣 那到最後 變冷了之後 你會發現 它的甜 是最明顯的 所以這個是跟香氣 它整個散失的過程也有關係 那當然如果你要品嘗一杯完整的咖啡 從熱的到冷的 香味都不要去錯過它 才能夠最完整的去感受到 咖啡從頭到尾的一個香氣 那到最後最後 如果你咖啡喝完了 你在杯底 會聞到的 常常是一股類似焦糖的香氣 那是因為很多清分子的香氣都已經散掉了 那最後留下來的是比較大分子的一些香氣 那最後我們聞的杯底香 就會比較偏向 甜味 焦糖 奶油 這一類的香氣 留在杯子裡面 所以我們在手送咖啡的過程 其實最後的咖啡杯裡面的香氣 是比較沒有辦法很強烈的展現出來的 因為我們的萃取方式 透過濾質的過濾 過濾掉很大部分的油脂 沒有辦法透過油脂去萃取咖啡的香氣 以及保留咖啡的香氣 所以最後在杯子裡面的香氣 是會比較弱一些的 但是我們如果自己手送咖啡來講 其實你從頭到尾的過程裡面 在前段 你就可以獲得很好的一個香氣的過程 從你把咖啡豆拿出來開始 你就會淡淡的聞到這一支咖啡豆的香味 那你把咖啡豆 剝成咖啡粉之後 你在乾粉的階段 可以聞到非常強烈的 咖啡的香氣 那在這個時候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去品味這個香氣的話 你也可以另外拿一個容器 最好拿長筒狀的一個容器 那你可以把咖啡粉放在裡面 輕輕的先聞一下 咖啡粉 帶來的一個香氣 之後你可以把這個容器 的開口 先把它汙住 然後用力的搖晃幾下 之後 你再來聞這個香氣 它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感受 接下來我們可以開始來萃取這杯咖啡 那當你注入熱水的時候 那咖啡粉跟熱水的結合 又會散發出不一樣的 帶有實氣的一個香氣 那到最後我們在咖啡杯裡面 繼續的來品飲這杯咖啡 那也一邊的來品嚐 這杯咖啡的香氣 所以我們自己在做手沖咖啡 常常會覺得 這杯咖啡感覺起來是很豐富的很好喝的 那其實是因為我們在享受香氣的過程 是從頭到尾 從咖啡豆 咖啡粉 到從煮的過程 到最後杯子裡面的香氣 我們都不會錯過 所以這個是我們自己做咖啡 跟你到店裡去點一杯 別人幫你做好的咖啡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 香氣的享受 是不一樣的 那這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看了這一本 飲食的香氣科學 的一個感想 因為雖然這本書不是為了咖啡萃取而寫 但是咖啡其實也是飲食的一環 那我們去了解到了香氣對於飲食的一個影響 那也會讓我們在萃取咖啡的過程 可以多多的去感受 香氣對於一杯咖啡 帶來 豐富的一個風味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